中腐完了是不是鱼门 对不对 你是不是顺得气杂 顺气杂针就叫做补 如果你是逆气杂 就是泄 这是一种补泄的方式 我们补泄的手法很多 慢慢一个一个 我会陆续的介绍给诸位 诸位看 这个第五页 第一个穴道 中腐穴呢 他说肺的木穴 实际上鱼门才是 真的肺的木穴 以后我们看到 《灵书》书文里面就有 《烂经》里面就有 那肺的油 这个肺之木 精气俱齿 手足太阴 恶脉之会 相会 那我们 针灸的书里面 讲的阴流 就是讲到我们的 包含了我们的 甲状腺的肿瘤 也包含了我们的 所谓淋巴腺的肿瘤 那有时候 腋下生了很多 好像有乳房 有乳癌移转的 腫瘤也是属于阴流 好 千万不要 局限于这个 甲状腺的肿瘤 好 那中腐渔门 好 你看渔门穴 有没有 那这两个穴道 我平 我刚刚讲过 实际上 我平常下针的时候 一律是这样子下 两个穴道一起用 很接近 穴性差不多 再来一个穴道呢 天斧穴 天斧穴呢 怎么找这个穴道 好 肺经将下来 和到手臂上 天斧 就要看手臂这边 天斧穴 那如果说 按照书本上 你用鼻子啊 过去老 我们古人怎么弄啊 用个墨 鼻头点一点 塑疗穴 以后跟你们讲穴道 这样你们就记得了吗 好 在塑疗穴上点一下 好 点住 然后呢 手这样靠过来 横的打过来 对 这边有黑点嘛 对不对 天斧穴 好 那你 那你有人倒大的啊 那老师不全 没有穴道 对不对 所以不是很好找 我们把袖子拉起来 好 内侧 从手腕这个内侧 到这个手肘的 这个内侧这边 正中间的地方 就是天斧穴 简单讲 你们小时候玩的是 一拉个小老鼠跑出来 那就是天斧穴 好 天斧穴 那这个天斧穴呢 我前面第一堂课 我就讲过 穴道要找 穴道一定在两个肌肉的中间 没有直接在肌肉上面 所以你从这边压穴的时候 一定压到两个肌肉中间 下针下去 这到位置了 包括你要下针的时候 都是用手指的 把两个肌肉分开来 针在天斧穴上 好 了解我意思了 好 咱们正好在这个 手的肌肉的正中间 这个地方 好 直针进去 好 那 这个穴道呢 专门治疗流鼻血 左鼻 右边 左边鼻孔流血 砸右边 右边鼻孔流血 砸左边 对称治疗 好 如果你砸了 穴道很正确 增下去 就看它穴慢慢停下来 在五分钟以内 完全停掉 好 那有些学生问 那两个鼻孔都磨 笨嘛 两个一起砸嘛 好 那什么笨呢 怎么会成问题呢 好 好 那过去 有个 那个 有个 有病人 流了 那个血真的是 滴的 滴的像大 那个水龙头 喷出来 结果呢 到我那边来的时候 是这样子进来的 那个棉 棉花还塞在里面 这样子进来 四十几岁难度 然后想棉花 塞在里面 对不对 我就把棉花拿出来 棉花拿出来 哦 塞很多啊 你一直拿出来 都是棉花 一条条拉着 那么长了 好 我从那清完以后 你躺下来 他躺到我 那么多棉花 塞那么多棉花在里面 我两针天腐穴下去 就点掉 血就止掉 但是你要砸到天腐穴 不要砸错了 那你也可以的 病人躺直 你知道病人 反正学很多嘛 那他学在鼻头上低一点 整下去 也可以 好 那你记得 最好 我最快的方法就是 一拉起来 秀就拉起来 这两个中间 这边有个大经 这边有个大经 有没有 大经在上面那边 好 我们叫外侧 好 这就是此责 待会我们会介绍到 然后跟这个肌肉 这个横纹头 这边有个肌肉 纹头这样 正中间 好 找到正中间的时候 一压下去 是不是两个肌肉 好 从两个肌肉中间 下针下去 好 那专门治疗 好 刘比雪 那 霞白呢 霞白跟天府差一寸 你从天府差一寸 就是霞白 一般来说 你砸到天府 就不需要砸霞白 好 但是 我们有一种针法呢 叫 好 寸 就是 随寸的针 比如说 我砸到天府 天府下一寸是霞白 天府下去 万一它鼻血没有纸 霞霞白 为什么 差一寸的都是 好像 加强效果 让它两倍的效果 好像你原来 汽车是 喷射引擎 现在加个涡轮在上面 增强它的效果 你可以在后面再加一针 再加一针 那这两个组织的 都是 就是 流鼻血 那我讲流鼻血的时候 我不管你是一般的流鼻血 还是 鼻原癌 我不管里面的内 里面的病 中医不管病的 只要记得流鼻血 都可以下 那包括小孩子 14岁以下小孩子 照正常流鼻血是正常 你也可以下 也可以不下 没关系 但是你心里面知道 它是正常的 不要紧张 那很多大人流鼻血 我们可以下 那还有被拳打到 外伤打到流鼻血 通通可以用 好 这个天府学来 治疗 好 那就 以后的介绍方法都一样 进入手肘了 手不过肘 足不过其 就是我们的五鼻血 注意看 这个大金的 大金的外侧 就是尺则穴 这个手臂下来以后 这边有个金 这边有个金 里面可以摸到一条金 大金的外侧 就在手弯曲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叫做尺则穴 好 按照锦容鱼金河 锦容鱼金河到手肘旁边 这就是肺经的河穴 这就是肺经的河穴 水 因为它是阴 好 这样你就不用背了嘛 你说啊 老师你看 那个手太阴肺经 肺脉之所入为河水 好 好累哦 这个不好记嘛 对不对 你相信 这是很好记 好 那下面一句话叫做肺时泻之 好 肺加了时针呢 肺加了时针 好 我们在这边的泻 再从这边泻 从这个这个穴道上泻 那我 现在表演一下 给你看 最简单的针刺的手法 泻 这个肺经 经济是不是这样 这样留住下来的 所以我 并且躺下来的时候 如果躺平 我的针如果直下 就无所谓补泻 但是我如果逆向下了 就是泻 如果是铜向下了 就是补 有没有 顺为补 逆为蟹 听懂了 听懂 那把昨天的 昨天的加进来的话 我们针进去以后 是已经是逆了 对不对 好 到了泻道 左又转转 左转转 右转转 引到气了 病人会酸麻胀 这个时候 再把稍微 钱插一绿豆 那么大 一点点推进去 这就是蟹上加蟹 这是老师傅的手 我不讲 你还不知道 我已经做完了 你看都看不到 这是两种泻法 合并在一起用 我们还有好几种泻法 看你要泻到什么程度 那费家的实证 不单单是 这个新咳 有个人咳嗽来找你 咳嗽多久了 一个礼拜 新 新症 刚开始的出病 刚开始的出病呢 就是实证 就是实证 酒壁呢 可了好几个礼拜了 好几个月了 酒壁呢 为虚 那你不能扎 此则了 由于此则呢 是河穴 它的属性是水 所以我们呢 木火 土 金 水 木生火 这个木就是妈妈 火就是儿子 但是如果火跟土 放在一起的时候 火生土 火就是妈妈 土就是儿子 土跟金放在一起的时候 土就是妈妈 金就是儿子 但是金如果碰到水的时候 金是妈妈 金生水嘛 这个儿子 所以 此则穴呢 我们又称为 肺金 肺金里面的子穴 子穴 儿子的子 子穴 又有个名称叫做子穴 那这个肺金除了内科病以外 包括了神经筒 也就是有一个人来找你 哎呀 这个我的手臂痛 很痛 哪里啊 痛从这里方开始 痛到这边 哦 肺金 痛多久了 五天 实证 对面此则下 结束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意思了 所以经络上的痛 心病 一样 心病 都是实证 我们要判断实证 实证判断 那个症状判断的准 我们才会选择正确的血道 酒病 痛到三四个礼拜了 酒病一个礼拜以上 变成虚症 我们就 好 用母穴 但是现在还没有讲到母穴 好 所以 心病心痛 大痛 通通用紫穴 好 此则 这个 孔穴 不用看了 我这边就告诉你 此则呢 下三寸 从这个此则下三寸 这个地方就是孔穴 穴 孔穴 你压下去的时候 两个肌肉中间 两个肌肉中间 这个 这个 此则下三寸 这个穴道 叫做孔穴 孔穴呢 是肺经的吸穴 错了 对不起 好 吸穴 所谓吸穴 一般呢 我们都是用在炎症的时候用的 你们发炎的时候 用 就是 直接下三寸 那这两个肌肉的中间 下针 这个针呢 也可以 也可以用揪的 像这个 凹 凹进去的地方 揪就不如针 这比较多汗嘛 下针比揪好 因为你揪的万一有伤疤 这张伤口的地方又容易 不容易愈合 好 那容易发炎 所以我们一般来下针 那孔穴这个穴道呢 针揪都可以 好 所以肺经的吸穴有炎症 通通可以用 那孔穴有个特殊的治症 就是 痔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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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 有个病人来找你 医生啊 这个 大便里面带血 大便里很多人病人 很多病都大便里带血 大成员大便里带血 对不对 有些下粒的 下粒的 下粒的浓血 那也是痔疮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他 千变后绝 还有心血后绝 我不知道 累 就这样扁他 对不对 手过来 控制 很痛 痔疮 结束了 这叫压痛点 压痛点 压痛点 帮助我们叫做 这个 诊断 治疗 直接痛就告诉你 身体上告诉你 打一针 给我一针 痛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被这个大陆拿去了 叫做阿四穴 阿四 阿四 他们呢 都有阿四穴 所谓阿四 就是说 你这里痛不痛 阿四是 阿四穴就下针了 他连阿四穴的 问这个 真正的精神都找不到 你知道我意思吧 阿四穴 那现在还是乳头痛 乳中痛啊 那你下乳中 乳中是竞争的 对不对 那硬道痛你怎么办 我眼珠子痛 我躺在眼珠子后方 你阿四都没办法下针了 他连阿四穴的精神都没抓住 当初孙十秒的阿四穴 并不是说 真的是痛在哪里砸哪里 而是说 我们要诊断的时候 有趋症跟死症 我们要确定他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孔罪 现在书上说是三寸 那我们可能在两寸半汗 三寸半的地方压到 有痛点 你在那个痛点上下针 治疗痣 这就是阿四 你把死板板的下三寸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差 很简单嘛 你确定你痔瘡 是长在同个位置上 有的人只要 里面一点外面一点 当然有上下嘛 对不对 这是阿四穴的精神 了解我意思 所以说我们在穴道上 压到的时候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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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层是自治理痛不是 痔瘡 这样了解我意思吧 那大中国大陆乱搞嘛 那人头痛 插头 肩膀痛就插肩膀 阿四穴嘛 那真基础就不用学了嘛 我说我常常说 那么简单一个阿四穴都没搞清楚 好 跟他讲还不听 不听就骂啊 好 丢脸 那我们平常咳嗽带血 咳血 咳血都有炎症嘛 两把火在烧很热嘛 折胎都黄了 里面口渴通通可以用孔罪穴 再来呢 裂穴 裂穴呢 我们过去的找法是 手你看哈 手指都插起来 这个刚好是手表在 你看哈 像手指 你看我这个食指 这两个指都插到 这个食指的尖到处是血 这是裂穴穴 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手里 继续插病人 对不对 手长得也不一样 所以裂穴穴 我们在这里开始找 首先呢有个高骨在这边 这边有个高骨看到没有 高骨 你摸 这边会有个高的骨头出来 这个高骨之下 这个穴道 我们叫做金曲 金曲之后 五分呢 我们叫裂穴 好 金曲之前 靠近守恒文这个地方呢 我们称之为太渊 太渊穴 太渊穴 这边呢 又名气之会 好 抱歉抱歉抱歉 是脉会太渊 气会是坛中 因为这个是手上动脉的所在 太渊穴 所以太 那个裂穴金曲太渊 好 这三个穴道是并裂的 这是手上的脉的地方 脉洞的地方 好 那你秋天的时候 轻轻一摸 啊脉是浮的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秋天得那秋脉 这个也是正常的 正常的 那这个裂穴穴呢 这会在找的时候 就是在高骨的下方 那你摸上去会有尺脉 我们叫做 这个 这个有个特别的名称呢 我们叫寸 官尺 好 寸官尺 这个是上面呢 我们叫做寸 中间叫官 下面叫尺 所以这个寸脉的地方呢 是代表 我们讲 我们那个摸脉的时候 一般我们要摸肺脉的时候 前面刚讲的肺脉就是 那个右边的寸 右手的寸脉 就是肺脉 就是讲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 这三个部位 叫寸官尺 好 以后我们再讲 黄帝内经 讲诊断的时候 再跟诸位详细的介绍 我们在裂缺 进去太阅的时候 都是要 因为这边有动脉 那个穴道就在脉的下方 跟骨头的中间 所以我们用指甲 好摸上去 大拇指摸到 脉的时候 把它拨开一点点 然后下针都从指甲旁边 下进去 然后下到穴道以后 手指都放开来 脉就贴到那个针上面 所以脉跟针碰在一起 那针就在点头 在点头针 那针就下得很好的 你看那个针 下得很好的 针就在点 点头 我下次表演给你看 那个点头 不难 有个方法 那你看到他在那边 头在那边动 那 这是我们下针的手法 那你如果没有 你知道 卖在这个地方来 那有的很笨啊 指甲没有去切 这穴道怎么下 这个裂靴怎么下 就是对子能卖 一针下去就肿起来 你知道 就是因为没有用指甲去剥它 那你指甲剥也不要太尖太细 也不要没有指甲 一点点指甲 剥过来就好 太尖太细 哎呦痛 哦你知道这个压痛点 不是是你指甲太利了吗 那你还是指甲这个 要稍微修修一下 好你会误导我们诊断 好 那这个太原穴下针下去的时候 角度是这个样子 你看到看到我手 就刚好就是这样子 就是太原穴下去 下去的样子 好 那像手上的针 我们都是用一寸针 一寸三十二号 就是三二一零 三十二号针 一寸长度 好下进去 这个裂缺呢 这个裂缺缺的 主任脉 所以任脉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下裂缺 好 喉咙 啊我喉咙痛 刚好长在这个地方 喉咙痛 好 裂缺是不是 任脉 裂缺 好 所以任脉的病 我们下可以下裂缺 好裂缺 那这个上面呢 你看裂缺缺过来第三行 好 从裂缺缺第三行 最上面那边 阴静痛有没有 好 他什么量不好 从他那阴静上面 你只要记得 裂缺管任脉 一路从喉咙下来到阴静 通通可以治 都是裂缺 这样你就不会忘掉了 好 那在第四行中下方 述问说 实则首对 作为 涉之虚则欠缺 变一肃 不知之情 好 这个 这个 人呢 这个 如果是长热 时热症我们用卸肢 如果是虚症的时候 这个我们会有 这个小便的瓶尿 我们用补插的穴道 用补测的 用补的手法 就会知道了 如果我们要在略形上 做补卸的时候 真的角度 从而血管避开来 我们真的角度会往前行 对着身体的方向 这样子是卸 那顺着身体的方向 顺着气派的方向 往手指头边走的话 就是补了 对不对 顺为补 逆为蟹 那砸到穴道以后 你如果是逆的话 稍微推进一点 对不对 如果是补的话 顺着砸进去以后 到了穴道以后 酸 稍微提 提动去 提到绿动 提一点出来 那就是一个补的手法 那虚症和时症呢 在这里看到 虚症的小便 这个多 时症的手掌过热 那那个 我们在这个树问说 金落 执行的都是金 旁出的是落 那裂缺呢 这个穴道呢 又是手探因肺心的落穴 手探因肺心的落穴呢 就是这个裂缺 它的落穴 从落穴 我们讲过 金和金之间有落 这个落穴 就是从手探因肺心的 就是从这个落穴 可以一直落 落到守阳明大肠经上面去 落到隔壁的 他在表里经上面去 好 待会我们就会介绍 大肠经 好 那这个人呢 这个人会有 春观止三不迈不见者 从裂缺到阳溪迈 见者 所谓是反观迈 阳溪呢 我们这个 你看 十指地方按道就是裂缺 中指地方按道阳策 就是阳溪 以后我们下堂会讲到 那个 这个守阳明大肠经 那这个人呢 这边摸不到脉 奇怪这个脉没有了 这个脉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就你一摸 哇 这个脉很大 他因为脉没了 这是金嘛 这是落 那别人金器 金脉 金器不够 落脉的气很旺 对不对 这叫做反观脉 反过来就是观脉 这个反观脉出现的时候 大于寸口三倍 他以前王淑和呢 尚未及之光这个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反观脉 反观脉没有病了 好 这个反观脉过去的名家呢 就是摸到反观脉啊 这个脉怎么没有 摸到有反观脉 也不晓得怎么样 我会算命吗 我说我知道 有反观脉出现的人 非富即贵 不是大富就是大贵 贵 非富即贵 这是一个像 一个人的像 所以一般人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他想法是那样子 所以跟我脉不一样 脉不一样 正常的 那最近 这个 病人的尿毒洗肾的时候 为了洗肾方便啊 以前呢 就把这个动脉跟静脉接在一起 就人人有反观脉 那洗肾很可怜 那个是被硬接上来 那个不是像 那现在这些胸腔这边接了 在美国 我已经看到他们这些胸腔这边接洗肾的东西 再来呢 我们的那个金曲穴 这个金曲穴呢 在高骨之下 叫做金曲 这个高的骨头下面是金曲 金曲穴就是金穴 锦龙 苏金河 金穴 那顾名思义 金曲穴就是属性就是金哦 金 那守太阴费金呢 本身就是一个阴金 它本身就属金 对不对 那现在碰到一个穴道呢 又刚刚好又属金 这两个属性是相同 所以我们有立了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本穴 本穴 就是 这个穴道跟这条金的属性是相同的 我们称之为本穴 那在本穴上面 我们可以做补 也可以做穴 那不像尺则 尺则必须要 尺则我们才不会想到下尺则 尺则不会去下尺则嘛 因为那是紫穴 本身的穴性就是紫 对不对 即使你补穴没有做好 你挣扎到尺则 它黏刀性就已经开始在穴了 了解为什么 因为那个穴性本身的性就是 就是紫穴 它是本穴 本穴在这边的补穴都可以做 所以它说寸口脉动 那个费脉所行为金金 这个不揪的 卖的上面都不揪的 卖上面你揪的话容易伤到血脉 好 再来是太渊 太渊穴呢 在《难经》里面说 麦会太渊 太渊穴 好 寸口麦这个是太渊 那太渊呢 是它的 那个 鱼穴 那太渊是不是属土 是土穴 因为我们所谓井 就是紫头旁边 井荣鱼军壳到 到手肘那边 那太渊穴就是土穴 鱼穴是属土 那在阴阳五行里面来说 是不是土生金 土生金 那既然是土生金的话 所以土就是妈妈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我们就直接讲了 守太渊费金的母穴呢 就是太渊 守太渊费金的紫穴呢 就是斥责 知道我意思吧 等穴就是金取 以后我们讲十二金落的时候 每一条金落都有它的紫穴 都有它的母穴 都有它的本穴 那你要怎么寄了木河土金水 那么复杂 不用 我前面讲过 阴金就是木河土金水 阳金就是金水木河土 你按照这个球 就一下就得到了 那麦病至此 麦有病 自麦会太渊嘛 自这个太渊血 这个太渊 太渊血 那这个太渊血 为什么老师 这个麦怎么会有病呢 当然有病呢 我们有时候跳跳停停 跳了 西医这样 这个心理不整 我们就结代麦 就麦跳跳停停 我们可以用太渊血来治疗 那这条太渊 下太渊的时候 你摸到麦 好 切一下 针再下进去 刚好这个穴道呢 是在这个金 这边有条金和麦 金和血脉的中间的地方 你不要砸到金上面 砸到金上很痛 我前面一开始 开宗明 我就告诉你 穴道一定在 麦 血脉 和这个金的中间 金和谷的中间 不在金的上面 两个金的中间 也不在金的上面 也不在肌肉的上面 在肌肉的中间 一定是缝隙里面 所以你在 这个地方刚好是 金和血脉的中间的地方 那你 你如果不使用 指甲去切的话 你一增下去 就砸到那个麦 就 麦一砸进去 就肿一块起来 当然我们有 解除的方法 我们讲受到 那个穴道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怎么解除它 如果你砸到动脉 我们怎么解它 好 那 它是肺精的母穴 那 既然是母穴 肺精的母穴 是太渊 所以肺虚 肺家的虚症呢 我们通通可以在这里置 在母穴上置 酒壳为虚 那有病人 我这手臂很痛 再痛到这里面 痛多久了 痛了好几个月了 虚症一看似肺精 对面的太渊就一增下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介绍 在介绍穴道的时候 我们从中府 英文天府 下来 指责孔罪 列穴进去太渊 讲的时候是一路上 从身上 往四肢上走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我们学到介绍 就按照气 气旋留住的方向介绍 所以气是这样子下来的 那太渊 太渊穴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补的话 是这样子下 对的 抱歉 对的身体方向是屑 对的指 那个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补了 好 那如果你没有 没有对的方向